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最是知道 魏无羡在朋友面前 向来无所顾忌 仗着跟朋友间清清白白 像勾肩搭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根本不在意 也不考虑他是不是会吃醋 或者是不是在意 反正是朋友 大家都认识 蓝王鸡反而不好光明正大的吃醋或者不高兴 可今日 在聂怀桑面前 魏无羡竟然格外注意 还一直有意无意在聂怀桑面前强调 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的事实 也不让聂怀桑叫他魏哥 这种显得比较亲密的词 这不对劲 这根本不是魏无羡的一贯为人处事的风格 蓝王鸡不禁多看了魏无羡几眼 视线在魏无羡和聂怀桑之间来回票 终于叫他发现了的什么 聂怀桑总是用一种爱慕仰望的眼神偷瞄魏无羡 魏无羡则则是故意避开聂怀桑投过来的视线 蓝王鸡瞬间明白了聂怀桑的小心思 原来是这样 蓝王鸡下意识地伸手 去握魏无羡放在桌子下大腿上的手 此时 魏无羡还和往常一样 再跟大家侃侃而谈 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握住了 也迅速做出回应 轻轻握了握蓝王鸡的手 蓝王鸡微微侧头 把视线放在魏无羡的侧脸上 他跟人交谈的样子好迷人 难怪聂怀桑要用那种崇拜的眼神看魏无羡 真想把人带回去藏起来 不让任何人看 饭后还和往常一样 大家又一步去了酒吧 江城在吧台点了两瓶最贵的酒 手指了指魏无羡 对服务生道 其他账上 服务生微笑着点头 好的 先生 魏无羡看了一眼 那两瓶酒的担架在六位数 笑骂了江城一句 喝死你 江城回他一句 喝死了算你的 说完就把手打金字轩肩膀上去找位置了 蓝王鸡不喝酒 也不抽烟 魏无羡怕着嘈杂环境中的烟味和酒味寻着蓝王鸡 便凑近了蓝王鸡 嘴唇悄 敲敲在蓝王鸡耳的肩上亲了亲 小声道 这你带不习惯 去休息室玩会游戏等我吧 蓝王鸡视线在聂怀桑身上 冷冷地扫了一眼 很不放心聂怀桑 拒绝道 不用 我陪着你 大概是知道 蓝王鸡说一不二的性格 魏无羡便也没有再劝 两人一起在江城和金字轩 早已站好的大桌旁坐下 等服务生来倒好了酒 还不等一向最爱喝酒吵闹的魏无羡端起酒杯 蓝熙尘却已经断了起来 自古自一句 敬大家一杯 我干了 大家随意 这很不蓝熙尘风格 但在座的除了聂怀桑 都知道蓝熙尘心里装着个梦瑶 而梦瑶即将订婚 新郎却不是蓝熙尘的狗血剧本 倒也没人大趣 都附和着端起酒杯 喝了蓝熙尘敬的这一杯酒 酒如喉管 辛辣此鼻 蓝熙尘皱起好看的眉头 微微抿了下唇 蓝王鸡心疼他哥 快速递了杯两白开过去 蓝熙尘接过去喝了两口 把杯子放到桌上 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魏无羡坐的李蓝熙尘最近 他微微弯下腰 把手肘搭在膝盖上 一领的领口处在公司的时候 被江城和金子轩不小心弄掉了一颗 他一弯腰 就露出来一小节绣着梅花烙印和牙印的性感锁骨来 恰好被蓝熙尘看见 蓝熙尘愣了一下后 快速移开视线 蓝王鸡也注意到了 魏无羡领口的风景 面不改色地伸出手去 替魏无羡把衣玲拢上 你不能总是这样啊 魏无羡继续道 也不知道你们在别扭个什么劲 喜欢了就直接上不就好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似乎是忘记了 自己刚跟蓝王鸡在一起的时候 不也是为了顾忌和蓝熙尘的兄弟之情 朋友之意而迟迟下不了决定 和那段亲个嘴 上个床都偷摸着 像是做贼一样的日子了 魏无羡这看似没头没脑的话 蓝熙尘确实瞄懂 但懂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曾去找过孟瑶 但孟瑶只跟他说了一句话 西尘 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吧 蓝熙尘当时都难受猛了 为什么 又凭什么 就不要见面了呢 而孟瑶也正如他说的 在那以后 就真的再也不见蓝熙尘了 魏无羡哀了一声 从烟盒里抽出来根烟垫上 蓝熙尘看着那烟火 好像突然被吸引了一般 伸手就要去抢魏无羡指尖掐着的眼 被魏无羡手一抬 避开了 你又不会抽烟 抢什么 蓝熙尘目光哀怨地望着魏无羡 手里被点燃的烟火 但声道 给我一根 蓝望击中眉 歌 他歌原本就不会抽烟的啊 魏无羡却突然笑了起来 深吸一口后 抬手拍了拍蓝熙尘的肩膀 蓝熙尘抬起头来 魏无羡便将口腔里的全部烟雾 剑鼠吹在了蓝熙尘脸上 猝不及防 因为此鼻 海腔喉咙 蓝熙尘呼吸一口 便被被腔的咳嗽起来 在一边各自聊着的人 听见剧烈的咳嗽声扭过头来 就看见蓝望击在轻轻拍着蓝熙尘的后背 蓝熙尘则是弯着腰咳嗽的声里眼泪都流了出来 魏无羡却在一边笑得潜伏后仰 手里还拿着被燃烧了一半的烟 这还有什么不能明白的吗 江城择了一声 魏无羡 你又不做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